大家好,我是Ray 我是Jason 歡迎大家收看 Pure Living 之前有一集我們說 有五個地方推薦給香港人定居 下面有一些留言 我們選擇了三個地方 可以跟大家再詳細分析一下 以及推薦給大家 Brighton 這個地區有很多觀眾都有提及過就是Brighton 之前那集我們也有很輕微地討論過 但Brighton屬於East Sussex 就是在英國的南邊 相信如果你認識Brighton 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海灘、石灘、Brighton Pier 因為它距離倫敦相對比較近 所以是很受當地人歡迎的 最快的火車都好像大概是52分鐘 這樣的車程已經可以在倫敦去到Brighton 車程也不屬於貴 大概是12磅80左右就能去到 說到位置 不如說說Brighton 究竟它附近有沒有好的學校 說到學校 其實Brighton是有一間很好的私家學校 叫做Brighton College 它在全英國排名排排第12 看回Lewcrating 之前提及過的網站 就會看得出Brighton的學校 是很平均 又不會特別好 但又不會特別不好 Brighton是屬於一個 Stack and Hand Capital 而是美國的 這是什麼呢 可能香港沒有那麼普遍 但好像一些婚前派對 可能是伴郎團 或者伴娘團 會跟新郎和新娘 進行一些活動 很多都會去到Brighton 可能是因為Brighton 是叫做The Gay Capital 就是很多同性戀者 或者是變性人 這是一個落腳點 或者有很多活動圍繞著它 我相信因為很接近倫敦 而且非常方便可以去到 令到很多這些團 都會走到那裏去祝福 我自己當年也幫朋友 在那裏組織過 真的可以非常好玩 就是因為它這麼多色多彩 可能會吸引到很多藝人 或者是一些作家 曾經在Brighton居住過 可以啟發它 給它們很多靈感去創作 好了 現在講到工作方面 Brighton又如何呢? 我們都知道 其實Brighton屬於很 business friendly 他之前2016和2018 都說獲獎是屬於 Best Place to Start a Small Business 我給他例子 The Body Shop 香港都有 全球第一間Body Shop 都在Brighton開設 現在用了Glass Store 看看就業機會在Brighton 會發現每天都很多人聘請人 都看得出是Active hiring 還有很多新工作 那些assistant technology 還有Marketing的公司都有 那Brighton另一個特點 就是他當地的政府 都很鼓勵一些綠化的項目 所以他都會做一些funding 去協助這些不同的項目去進行 很多遊客去到Brighton 都是為了Brighton Pier 那裡是有一個 amusement area 很多一家大小都去到那裡 可以一天玩的了 還有Brighton一個小時車程 已經去到South Downs 是英國最最新的National Park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大自然 去National Park是非常之適合的 最後Brighton當然最好就是他的天氣 因為他是屬於南區的南岸 夏天的日落時間是最晚的 另外他的溫度也相對較高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 都曾經跟我們說過很怕冷 如果將來要在英國這樣居住 所以Brighton天氣方面是很好的 說完好的方面 因為他在最南那邊 變相他遠離其他城市 車程會比較久 例如Birmingum 也要大概三個小時車程 或者如果有些朋友在北上 例如Manchester Liverpool 這些地方 其實你最起碼都駕四五個小時車 你才可以去到 先買個樓價 我們這裡就用了property data.q.uk 這裡已經幫我們 summarize了每一個postcode 看看Brighton BN1大約40萬英鎊 租金每個月大約1200 即是年利率大約3.7% 去到BN8的postcode 都大約55萬英鎊 我們現在用RideMove 看看BN1的屋價 三房至五房是大約多少錢 記得這一刻要轉回Newest Listed 看到的範圍都很大 有些是30萬英鎊 40萬英鎊 有些去到六七十萬 九十萬都看到 所以每一區都有點不同 加上內楼的裝修都很大個分別 在Brighton 看到便宜是有的 但豪宅都非常之多 下一個地點就是Bristol 那Bristol也有幾位朋友提過 就在英國的西邊 其實有些人會從Bristol開車 進去倫敦做事 因為它有一個高速公路 M4 都屬於方便的 還有它有一間排名較高的大學 Universal Bristol 大概排第九名的 是全英國 那看看Lucrating的學校 都看得出Bristol City的學校 都是很橙色 都大概31分 都屬於很平均 那Bristol 其實它的位置 就是接近Wales那邊 還有Devon 還有另外一個地區 就叫Cordswood 如果大家有看過Lodal Rings 其實它有一些場景 都是在Cordswood 一些小屋仔 都是在Cordswood 那裡去取景 其實Cordswood 和Bristol 的距離 都是一個小時以內的車程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 一些大自然的景色 那Bristol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要忘記Devon Devon在下面 都是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都到的了 所以Ray所說 大自然 如果你是喜歡的 在Bristol 就真的相當之不錯了 說到就業機會 Bristol也屬於好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 Under 26歲 BBC 都之前出了一個報告 就說如果是26歲以下 是英國最好的地方 居住 和找工作 如果大家喜歡足球 其實Bristol 也有兩隊 專業的足球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布魯斯塔 就是有Bristol City 和Bristol Rovers 兩隊都不是在看英超 我不知道在幼生之年 有沒有機會升級到英超 但如果想看一些很當地的足球 其實Bristol 是可以有兩個選擇的 如果我們都是用Property Data 我們看Bristol Postcode 即BS1 都是37萬英鎊 每個月的租金都大概是1000鎊 年利率都有3.5% 如果看另外的地方 BS9 都大概是50萬英鎊 那裡的年利率都有2.9% 現在用RideMove 看看他們的盤 又是看三房到五房 都是Newest Listed 又看到有些便宜的單位 都大概是25萬英鎊 有些去到40萬英鎊 但有些真的去到70萬 80萬英鎊都有 所以我們經常跟投資者說 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功課 因為每一區一定有些便宜的樓 也有些很貴的樓 但是每個人的需求都一定有不同的了 嘩 外面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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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要剪頭髮 對 外面太熱了 一定要走進來拍這段 好 第三個地點 就是一個地方叫Chelmsford 那Chelmsford在哪裡 Chelmsford在英國的東面 距離我們一邊說 這個M25 Motorway 就是圍繞著倫敦高速公路 都是大約15分鐘的路程 如果你想去倫敦的東面 就是有條主要的道路 A12 一路都是這樣可以去到 East side of London 那Chelmsford也非常普遍 有很多市民工作人員都搭車到倫敦 如果在倫敦的Zone One 即是倫敦Liverpool Street 那裡搭車都大約30分鐘車程 就去到Chelmsford 那搭車方面都大約18磅一程 另外一件事大家可能非常關注 就是它的校網 Chelmsford其實是一個很有利的校網方面 因為它是有一些好的Grammar School 另外State School也不錯 如果經濟許可 也可以考慮一些私立學校 例如New Who 我自己也有朋友和他太太 都在那裡教書 剛才說到學校 Grammar School那裡有一間非常出名 就是這間King Edward VI Grammar School 還有女校也有一間Chelmsford County High School 都很出名 如果說到就業機會 Chelmsford也有它自己的社區 其實也不一定要去到倫敦工作 那它最大的僱主包括誰 就有福達汽車 網上供應商 亞馬遜 還有一個Pharmacy Tool Company GSK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還有不要忘記 Chelmsford還有一間很出名的獵頭公司 英國也非常普遍的叫Weed 還有超市來說 也有Waitress 也有很大的區域 在Chelmsford 除了一些就業機會 也可以看到 當地的政府 也有投放很多資金 就是令整個Chelmsford 這樣會變化 對 給我一個例子 在火車站那裡 有一個Bond Street 發展 之前也是一個停車場 現在2016年起 它也變成一個很大型的發展 其實在Chelmsford 也有自己的購物區 但如果你想有一些購物 你可以去駕車附近 大概20至30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去到Brain Tree 它有一個Free Port Design 購物 如果大家喜歡買東西 或者收拾便宜貨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大家家裡 是有一些年紀較小的小朋友 或者喜歡去交換的地方 其實Chelmsford 有些景點可以推介給大家 例如Marsh Farm Animal Kingdom 或者Chelmsford Miniature Railway 一些小型火車 但可以讓小朋友坐上去 圍繞著路軌 一路走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 不要忘記 Chelmsford 也有很多小公園 Chelmsford 也有大概20個公園 還有River Camp 如果一家大小 出去散步 去旅行 去旅行 就非常之好 Chelmsford 其實去治安 都非常之不錯 但也提一提大家 有些地方 都可以儘量避免 如果選擇是自住 例如Motion Melbourne 和Springfield 如果有些觀眾 喜歡一些地方 是環境較清休的 你可以考慮Rittal 或者Broomfield 都非常之好 說了 說了那麼久 我們去看看 Chelmsford 樓價是怎樣 它的資料 就說 CM1 大概36萬英鎊 每個月 都沒有1000磅的收租 大概年利率 是3.3% 最貴的Postcard 都是CM4 大概66萬英鎊 那邊的年利率 還低 只有1.9% 還有看這裏的治安 這裏的Crime rate 都屬於非常之低 還有Rightmoo 也看回三房至五房 Newest Listed 都是好像之前一樣 有很多經濟的樓 都可能30萬英鎊都有 但是 有些去到40 50 70 80萬英鎊都有 在Chelmsford 就一定是少些的排屋 那你都會發覺 它的DETACHE 和Semi-DETACHE 的房子 就一定是貴少少的了 推薦了三個地方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覺得這條片是有用的 記住 其實大家 每個人的需要 和它的PREFERENCE 都不同的 這是一個很主觀 很個人的決定 究竟哪個地方 是適合你去住的 地區那時候 你真的要想清楚 你雖然要接近親戚 朋友 工作方面 要接近一些大城市 還有 如果是要找學校 給小朋友 那你那區 又要選一些好一點的學校 大家的需求 有些少少不同 是的 另外 因為我們自己 都住過在英國 和住過在香港 一段時間 其實都很明白 兩者 大家的期望 可能都有些不同 例如好像在香港 無論你住得多遠 例如你住新界的村屋 都是說 可能是十多分鐘的小巴 或者巴士的路程 都可以很方便去買東西 吃東西 但在英國就很不同了 例如如果你對食物 或者是餐廳 是很有要求的話 你可能要比較 比較住得近一些大城市 你才可以 吃到好像 日本菜 或者韓國菜 或者比較冷滿一點的菜式 當然 如果你對這方面 你的requirement 是高的 我們都建議 可能住在一些大一點的城市 例如好像倫敦 Manchester Burman Liveville 等等 如果你是習慣在家裡煮飯 其實英國真的非常好 不是很貴 已經可以買了很多肉 很多菜 可以回家自己煮飯 如果剛才Race所說的 餐廳那些 基本上都不是問題的了 其實現在都很方便 只要買東西 要上網找食譜 都可以很容易 可以煮到你自己想煮的東西 另外就是記住 英國始終地方大 房子大 廚房都會大些 所以其實自己煮東西 都會方便些 去到英國 你去到哪個城市 總之你容納到他們的社會 我們都相信 其實一定會找到方法 和可以享受到整個過程 在那裡住的了 為什麼我們選擇這三個地方 其實也是剛才說了 它有一些硬件的原因 它都非常好的 另外就是我們在一些 留言之前的影片 這樣抽出來 看到這三個地方 就比較多人去問 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 多些不同的地方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給個like 再comment一下 share出去 還有記住 按一下小鐘 subscribe 我們下次出片 你就會見到 謝謝 Thank you 拜拜 還有最後 我們 spike 你有 vide線 是 沒有